春秋末期越国灭亡五国 越王勾建率军北上举行诸侯会盟 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春秋的后期历史进入一个秩序和规矩混乱的时代 按照孔老夫子的观点就是礼崩乐坏 西周是天子的时代 到了东周春秋时期就是诸侯争霸的时代 但是到了春秋的后期权力又开始逐渐向下转移 这个时代发生了以下几个重要事件 首先那个在大国中左右摇摆的郑国出了一位能忍资产 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 将他视为中国历史宰相的典范 他是郑母公的孙子 天下的不安和政局的动荡 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能让国家稳定的新方向 资产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政治改革 首先整顿了郑国的田木制度 承认了私田开垦的合法性 重新划分田界 让平民有田可种 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 之后他开始强调百姓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对平民阶层征收军赴税和服兵役 扩大了郑国的兵援 这条可是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之前的战争都是贵族之间的游戏 看过我们前面一期春秋战争的就能了解 当时的战争只是类似于我们今天奥运会一样的搬手腕 重规则亲胜负珍惜生命 而经过子产的改革 这种规则将不复存在 另外子产还做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 那就是他在郑国筑行书 就是把法律条文筑造在青铜顶上 并且公知于众 让百姓可以犹法可依 这观念可是相当之先进 要知道原来统治者的理念可是行不可知 则微不可测 大百话就是统治阶级要保持神秘感 想要自己说了算 周朝建立后一直是以周理为国之根本 国家一直标榜德制和理治 至此德制和法治的分歧和争论 一直没有停歇过 郑国的资产政治改革搞了风生水起之时 鲁国这边却闹不清谁说了算 这时候的鲁国国君被架空 政权长期被三环把持 三环指鲁国历史上三个鲁环公后代的 清大夫家族 继孙氏 苏孙氏 孟孙氏 这时候的三环在鲁国一直正长达一个半世纪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转移到了他们的名下 鲁国的政治权利也逐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春秋末期 三环在鲁国实行安谋收税 安秋征兵 鲁国原本有两军 听鲁国国军的指挥 三环将两军打散 重新组建三军 三军各掌一军 此时鲁国已经完全掌握在三环手中 政权 财权 军权 全部失去的鲁国国军鲁昭公终于忍无可忍 率领亲信向三环发动反击 三环联手与鲁昭公兵戎相见 昭公狼狈而逃流亡他国 鲁国那边指政权更替 齐国这边的政权也旁落了 夺取齐国政权的是一个外来的始祖田氏 这田氏的有来还要从齐桓公称霸那时候说起 齐桓公做春秋霸主的时候 代替周天子为天下诸侯主持公道 当时各国遭难的王孙公子都会来投奔齐国 齐国的首都林兹等于是那时候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当时有位陈国公子由于陈国内乱前来投奔齐桓公 从此落户在齐国改称田氏 田氏带齐的过程是和平演变 方式则是收买人心 当时齐景公身性贪婪 与民争利赋税非常高 百姓穷困潦倒 行律严苛 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手砍脚 以至于出现鞋子卖不掉 假之卖不到的局面 田氏则反其道而行之 旧集难民让利于民普世恩惠 国民感恩戴德 由此大得人心 田氏在齐国的声望越来越高 景公死后 田氏除掉当时齐国最大的两家 清大夫国子和高子 通过费力国君自立为宰相 掌握了齐国大权 到了第八代掌门人田成子的时候 进一步把持政权 到了第十一代掌门人田和为相使 废了齐康公 于公元前386年 田和自立为国君 周安王正式策命田和为齐侯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最著名的三家分镜事件 靖国也许是因为累积之乱的教训太深刻 从靖惠宫和靖文宫起 靖国便不再相信家族血亲 靖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性贵族 执政的亲族原本有十多家 彼此并不和谐 从原本十多家异性亲族到只剩下六亲 这是第一轮淘汰赛 第二轮淘汰赛起因是范氏和中航氏 骑兵攻打赵氏 致寒卫三家站在了赵一边 赵氏得以反败为胜 一举击溃范氏和中航氏 第三轮淘汰赛起因是智氏 假借让进攻和岳王勾建争霸的名义 号召其他三家割让土地摆礼 三家都不愿意 但韩魏两家迫于智氏的淫威 无奈交出 赵氏打死不交 智氏一怒之下发兵攻打赵氏 韩魏两家眼看赵氏要被灭掉的时候 联手站在了赵氏这一边 又一次反杀了智氏 至此韩赵魏的势力和领地 远远超过了可怜的靖国国君 公元前403年 由周天子奉魏斯造极韩前为诸侯 这就是三家分镜 这一事件也是智智通建中 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